经济日报的重榜分析 今天就是推介行龙地产101 简选原因是 行龙将会在星期四公布中期业绩 加上电子消费券 预计在8月会派到市民手上 行龙地产持有淘汰商场 康宜广场等 论近大型屋苑商场 并且在中环、铜锣湾、旺角等地区 拥有零售店铺和写字楼 憧憬管理层在业绩记者会上 会透露捕捉电子消费券潜在商机的大计 甚至带来旗下零售商铺和写字楼的复苏情况 行龙三月底的时候 公布在华中首个大型商业综合的项目 就是武汉行龙广场 正式开幕 武汉行龙广场 是行龙地产继上海和瀋阳等大城市之后 在内地拓展的第十个项目 总建筑面积大约是45万平方米 由此可见 行龙地产虽然已经是半只的内地收租股 但在内地的扩展业务步伐未有停下 市场看法上 汇丰早前就认为 相当于去年零售销售额大约1成1的电子消费券计划 对零售店铺的业主是正面的 汇丰7月中再发出另一份报告说 楼市和零售市场复苏理想 相信写字楼将会在下一个有改善的市场 并且估计会在今年下半年见底 主要是因为香港员工逆全球的趋势会重返办公室 并且同时将行龙地产的目标价由24.2上调到24.3 美银早前就发表报告 亦都是看好行龙地产的 因为投资者低估了集团内地商场的潜在租金上升 并且因为相信行龙地产在奢侈品零售的增长的结构性积极趋势将会延续 将目标价由23元上调到23.5 瑞银也发表报告说 行龙地产受惠于内地豪华商场兴起 策略上行龙地产上星期五 刚刚升穿了自今年4月以来的下降轨阻力 不妨以行龙地产今天开市价买入第一柱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到18元以下 可以多加两倍主码买入第二柱 初步目标就是看21.5 之后就是看24.9 跌穿16.5就适而止蚀了